民國94年7月的海南颱風 即98年8月8號的莫拉克颱風 重創台東縣津峰江加蘭部落 莫拉克風災更是讓加蘭部落許多房子 就這樣被洪水沖走了 台東縣津峰江加蘭村 認為泰馬里西相關治理機關沒有盡到責任 才會讓族人失去家園 當地族人集體向台東縣政府 園民會 農委會和水利署等政府部門 求償兩億元國賠 殘送三年仍沒有下文 好 請接牌 大家好 園民會雖然是加蘭部落提告單位之一 但是不斷持續跟加蘭部落 也就是領袖 以及專家學者及法服律師團 數次對話 今年10月8號跟加蘭部落簽署協議書 以中文排灣及盧凱三種語言寫下 加蘭部落也依協議在10月9號撤回對園民會的賠償訴 23號這一天 族人在加蘭部落廣場舉辦 馬拉倫娃娃傳統和解的儀式 園民會提供以食為單位的豬 檳榔 小米酒和雞 象徵實質和解 並且在部落廣場名牆立下協議紀念碑 我們有很大的信心 這場訴訟會100%的勝訴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 願意跟部落的族人坐在一起 加蘭國培案雖然至今還未定驗 但是園民會主動提出和解 讓當地族人感到安慰 族人表示 法律對部落族人來說過程太過沉重 但是可以接受這種尊重部落文化的方式 解決這種耗費精力的爭端 很多人在講錢的問題 其實我們談的不是錢的問題 不只是回到文化 我們覺得如果真正回到主流的文明來看 我們應該看見說人民本來只有這個權利 它包含了對話 它包含了傳統的和解禮物 它包含了麗杯來紀念 它包含了祈福 這是現在法律做不到的 可是部落跟園民會之間做到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史上第一次的一個和解的方案 加蘭村民正式撤回了 對原住民委員會的國賠訴訟 而這起國賠和解的方式 也成了國內的首例 不過其他政府部門 加蘭部落族人仍然是維持提告 未考慮和解的處理 記者文革給大家看 台東京風採訪報導